Hello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版知乎Quora上看到一条印度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在十年内印度会比中国更强大吗? 当一姐一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问题一定是写错了 以印度人的迷之自信来说 提问应该改为 在十年内中国会比印度更强大吗? 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被战乎局拂有道的漏网之牛 不对,是漏网之鱼 一姐觉得战乎局最近的战斗力明显不行啊 不知道局作您最近干什么去了 好了,接下来一姐带大家来感受下各国网友的精彩回答吧 印度网友Rohit Kumar回答道 的确如此 哈佛大学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透露 到2024年印度将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1.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印度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很快超过中国经济 2.印度强硬的外交政策 3.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日本等世界强国侵入手足的关系 紧接着越南网友Peter Ban评论道 我想知道那个人是怎么进入哈佛的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在本世纪印度没有机会超越中国 更不用说这个10年了 如果印度能在2200年赶上中国 那都将是非常幸运的 中国网友Jake Damwan评论道 快到2021年了 看来有人会被哈佛开除了 哈哈 法国网友Rik Kumar回答道 在这个10年 下个10年 再下个10年 再下下个10年的 再下个10年 都不可能实现 证明印度网友没有回复这几个网友的评论 应该是在大声哭泣吧 印度工程学院副教授Rena Piamme回答道 不 不是在这个10年 而是在2050年 印度肯定会超越中国 这里有几个原因 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 我们和中国都是最富有的 因为那个时代的财富 是以黄金和钻石的数量来衡量的 那时还没有美国 英国掠夺一切 把我们逃入贫困之中 印度于1947年成为自由的国家 直到1980年 中国开始超过印度 为什么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投入了巨资 如高速公路 摩天大楼 小型工业 国防工业等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30年前 在30年内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是印度的三倍 在印度 以上所有事情 现在才开始发生 中国网友 中国网友 禁风里 评论道 真不是我看不起印度 我给你们100年行蹦 中国网友 二郎 紧接着评论道 给他1000年 印度还是个 XX国家 嘿 我说这两位伙计 你们是诚心 要把这位印度教授 记铺血吗 越南网友 Peter Ban回答道 不 不是在这个10年 也不是在这个世纪 印度在2200年之前 几乎没有机会 然而 时间是无限的 如果印度有耐心 人类历史上 总会有这样一个时刻 印度将比中国更强大 在1000年 5000年 1万年 10万年 100万年 等等 巴基斯坦网友 乌斯曼姆PK 回答道 印度 即使在他们的梦里 也不可能变得 像中国那样强大 因为印度 就像一个充满了空气的气球 当有人 把一根针 扎进去的时候 整个气球就会爆炸 碎片就会散落在空中 紧接着美国网友评论道 印度是不可能超过中国的 乌斯曼PK回复道 是的 这就是宇宙的真理 哼 宇宙是韩国的 哈哈 印度网友 柯坦甘里回答道 印度和中国 都是发展中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 经济发展最快的 主要经济体之一 印度的增长速度 比中国快 但是快百分之多少呢 我们假设 高出百分之四 但GDP之间的 差距仍然很大 我们无法弥补 2018年 印度的民意GDP为 万亿美元 而中国为 万亿美元 整整 到目前为止 莫迪的目标 是到2024年 达到5万亿美元的 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我们到2024年 达到这一目标 还需要再过5年时间 才能达到10万亿 至11万亿美元的GDP 而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有可能 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体 此外 在2022年到2023年之后 我们将成为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们的自然资源 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怀疑这种压力 可能都会影响 印度经济的急速增长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说 我们至少在10年内 也不会超过中国 好了 用这位泰国网友的回答 结尾吧 是的 他可以 只要在中国 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把改善 人民生活 作为目标 中国没有成为 霸主的目标 中国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 摆脱贫困 民生改善了 效率提高了 国家自然就会强大了 中国也不在乎 自己在世界最强大国家 名单上的排名 他只在乎 中国人民今天和未来 是否生活的更美好